這群人真是口水多過浪花 開球前已經不停地說了 說了很久,說到街坨不斷 有節目做都貴就說 這麼喜歡說的話,不如直接進入他們 現在我們在Brothers Hobby的 booth 他們代理了Black13,一個內地設計師的產品 我們不妨找他們去香港的負責人Derek 和我們的水王Douglas和卡拉已經在 這兩句節目交給德哥和Curtis 麻煩卡拉看著時間,十多分鐘左右 大家好,我是Black13的香港offerise reseller 我們有品牌叫Brothers Hobby 我們專經營比較獨特的玩具 你們不敢貴的產品 很藝術性的 就是了 我教你拿麥克風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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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想說一說 如果大家有玩到Black13的系列 都會覺得是神物 神物為何呢? 當然其實本身產品上 我不需要特別去銷售些什麼 可以有一種很強烈的 這個一定的 我什麼都沒有錢買 這個很肯定的 會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會帶給大家 如何將這個大自然和這個人類去結合 以及在LAP那裡有一些不同的實驗 諸如此類 都其次 價錢才頂人 這個我交給大家 大家有很深刻的經歷 其實 因為Black13 我想我很早期開始玩 我由第一隻鹿開始操 由鹿開始操 OK的 一開始我在淘寶買 是千多這樣的價錢 又去到買狐狸 其實那時候已經開始 很多 狐狸 很多人已經開始 知道這個牌子 變成那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撲 在淘寶道 好像299隻限定 還是這樣 是差不多 然後它在賣1,600元人民幣 即是1,800元港幣 是正常的 而且很願意給 同期 也有一間台灣公司 幫它做一個國際的 賣其他地方 但那個價錢是什麼 去到好像是 三百多 還是四字頭美金 你是完全看到 你呆了 但問題是什麼 你淘寶是買不到 因為它一出 一聲五分鐘內沒有 你是完全按不到 我唯有是 上去台灣那間買回來 然後還要回來 因為它 有一支Test Tool 是玻璃的 回來爆了 然後補那個件 補了半年才補給我 補了一支膠 但是之後 不過都正常的 其實一開 對了 起初就是玻璃的 是嗎 當然 講回 你有沒有一種很開心 和興奮的講話 很有心的 他 你繼續說 我覺得 他開球的時候 是用玻璃的 因為玻璃容易爆 而且玻璃之外 還跟了木塞 幫你塞 但因為他的玻璃 用得很薄很薄 很漂亮的 但回來很多時候都爆 之後他補了一個 用膠啤出來 然後另外再有個扭的塞 所以這個其實都很棒 之後他就出了麻雀 麻雀就是一開始已經四千多元 我沒有辦法買 我原本還以為還是那個價錢 因為OK的 但是一來到 但是麻雀是非常之漂亮的 有個漂亮的地台 有個漂亮的背包 有三款頭 有真人頭 有個透明頭 有麻雀的頭 是非常之正的 其實但已經停了 我沒有力了 然後出到貓 我簡直是想死 我是很想很想買 但是已經去到四字頭 沒錯 沒有辦法 因為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價錢是貴的 但他下不回來 但他唯有在細節上面 做多一點 譬如他除了太空衣之外 他除了擦眼色的太空衣 裡面是有一件倉裡面的衣服 另外他除了一個重裝備之外 其實他都有輕裝備給你的 他將那個內容是很豐富的做的 而且他一直都是個人頭可以拆開的 你們都知道玩開的話 但是他去到這個層面 是連貓頭都開始 好 這個貓頭 這個真絕 所以為何要加這麼 磁石面 有點憤怒 其實大家都很愛這個品牌 但是 你看到那個設計師 這個用心的程度是很瘋狂 因為其實他第一隻出錄 那個素體是什麼都沒有 是一個外面買的素體 但是出到狐狸 已經是一個全新素體 身體裡面 是全部用了 有個 看到了內臟 然後又有些透明罩 蓋上去 每一件內臟都賞色非常精細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去 在市面上看到這樣的產品 那素體 素體 素體 可以試 我怕跌 一會兒可以試 一會兒一隻狼狼 一會兒可以試 一隻狼狼 因為那時候 他沒有這樣去拆開 就算剛才說完的貓 青蛙最新都有拆開 青蛙都有拆開 是的 我覺得他設計產品上 真的很用心 我想說一說 本身 其實剛才無論是貓也好 青蛙也好 分母線 分母的方法 那條線是很漂亮 你不會見到什麼切口 雖然他來不來會有些低級材